大陆的保调游行除了有些地方出现了打砸日本车辆和店铺的行为之外 还有的地方出现了要共产党下台的呼声 但央视这次把马英九推出来为保调不出力负责 请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 二战已经过去70年了 信在抗日还在靠国民党 中共央视在8月22日的海峡两岸节目中说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不硬气 就不怕台湾的民意吗 央视这一次真的是冤枉了马英九 1970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 马英九就加入过亲国民党的保调运动学生组织 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钓鱼岛问题 他自己甚至写过三本保调的书 强调钓鱼岛从地理上与地质上而言都是属于台湾的 马英九主政期间2008年 台湾的保调人士就曾搭乘全家符号渔船 前往钓鱼岛 当时台湾政府是出动了九手进艇护鱼 而中共早在1953年就弃手了钓鱼岛 代表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文章就说 钓鱼岛是日本的 这篇文章最近在网络上被翻了出来 那么中共这次栽赃马英九的原因在于 国民党不跟中共联合保调 拒绝了中共的统一战性 要各自保调 8月17号台湾官方是说 香港保调人士带着中华民国国旗登岛 与台湾无关 国民政府这一次真的是明智 因为上一次搞抗日统一战性 中共自己是躲在延安重压片 壮大自己 而国军是与日本人在正命战场上拼杀 人家这次国民党不上当了 这一次登岛的保调运动 其实不属于大陆和台湾的 只是香港保调人士自己的行动 大陆的民进保调人士被中共控制的死死的 央视和凤凰卫视利用这次保调行动 挑动了反日的情绪 最后导致成了反日游行 这种反日游行从被政府控制 演变为暴力的打杂和对中共无能的愤怒 这次央视把马英九推出去当替罪养 实在说不过去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